音楽 欢迎大家收看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 我是主持人欣拔涛 今集我们的题目相当长 叫比悲伤更悲伤的沙士比亚 话说文学史上总是大山你不能不爬 邓小华在另一边 就一直爬《红楼梦》这座山 我觉得在西方文学这方面来说 我都不可以输舌 都要爬沙士比亚这座山 所以今天请了几位嘉宾 上来一起聊聊天 你勇敢一开始就挑战邓小华 邓小华不在岛 可以说 右手边就是私人Sonia 你好 这边就是作家迷哈 评论人邓正健 有没有文化评论人的 有 还是沙士比亚评论人的 不不不我来 评论你的 我搬望你去爬山 我只是在山脚 不是你一起爬的 OK 但是说到沙士比亚 其实大家不会没有听过 又不会完全看过他的东西 多多一点都知道他有点心平等 但是又好像很骗碎化 而且有一些东西是很特别的 关于沙士比亚是否真有其人 原来也是一个历史之谜 不如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所知道沙士比亚 其实他是一个什么的人 沙士比亚我猜大家是接触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 正如你所说 我经常听到他的名字 但其实如果你主修不是英国文学 或者你对文学本身不是很兴趣 你长时间都是停留在 我知道这个人 听过他的名字 然后知道有几部剧 当然其实有三十多部 但到最后可能你会混乱中间的情节 只知道喜剧和悲剧 所以我觉得节目他讲一次 清清楚楚讲一下 都是一件好的事 但我个人接触沙士比亚 一开始是通过电影 就是在我成长的阶段 一部叫做 《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现代激情片》 应该是这样的 除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名 港译是这样的 当时是觉得首先很英俊 很英俊 和很英俊 很英俊 很青年的迪卡菲 对 然后其实也不是看得很明白 因为他一加后现代的字 我就先入为主 就觉得应该是看不明白 是的 我一向都看不明白 你懂得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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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情很体会到 因为是青春期 所以之后就开始追回 原来是来自一个 大家听过的名字 也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然后慢慢追回剧 慢慢一步一步去找沙士比亚 之后才知道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 沙士比亚原来真实 作为十六世纪的一个人物 但是其实里面还有很多 我们不是很肯定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其实他沙士比亚生平 其实是很偏碎的 因为本身记载也很偏碎 因为他本身在生的时候 虽然也很红 但就不是今天我们奉他为一个 文学大师或者戏剧大师的地位 他真的那么红 是去到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 浪漫主义的时候才开始追捧他 他那时候其实只是一个明星 一个很出名的明星 但是他生平就很低调 我们可能追回他那些小小的生平 就是我们其实连他哪天出生 都确认不到 我们最早有他的记录 就是在他乡下附近的一间教堂里面 就有个嬰儿出生受洗的一个记录 我们通常那时候就说 一般嬰儿出生三天就受洗 所以就推翻之前三天 我们才猜他那天是出生 所以其实你看到就是 后来也有一段长时间就说他 他有一段时间他在乡下结婚生子 有一段时间消失了 没有他记录有好几年 就说他一个消失了的几年 然后突然间就在伦敦 有一个叫沙士比亚的人很出名 又演戏又写剧本 很红的 慢慢才知道他是做一些什么 所以我们看我们生平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 其实就是要不断去追回他那些剧 什么时候做 然后就继续他生平 但是中间会有很多空位 是填不到出来的 折回你刚才你说 就是说沙士比亚 其实在那时候同代人来说 他未必很出名 甚至有人毁誉参叛 我常常都觉得这个和他很赢 赚钱都可能有些关系 因为其实他作为一个编剧 真的是梦寐以求 因为他去买了一个剧园 当然他不是全部都是他的股东 但是他是其中一个 包括他买了沙士比亚的环球剧 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 因为现在说20年前左右 你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是20多年前在一个原子很近的地方 就是伦敦的南岸那里 就复刻整个沙士比亚的环球剧场 这个其实复刻板 其实就是仿照当时 沙士比亚的环球剧场 那个样子再做出来 所以你看到 譬如露天的有些地方 即是观众是露天 而且其实当时来说 当时是没有电灯的 所有的电影其实都是在下午做 大概做两个半钟到三个钟左右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推测 因为他会觉得作家和商人 可能身份是有冲突的 艺术家是要绝定窮的 是的 但是沙士比亚是很罕有的 一个有钱的艺术家 刚才那个窗 大家也要留意 就是他很多的剧场里面 都有一个设定 是要很高地 例如《罗马都朱立叶》 就是仰望朱立叶的 那个窗 在环球剧场里面 都是很重要的设定 对 而且看环球剧场的设定 其实跟我们现在看沙剧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我们现在觉得 它是一个高尚的文化 就是你有文化 你才会去看这个沙剧 但是当时可以看到 其实站在前面的观众 其实他们是棋位来的 那些棋位 其实就是一些 可能比较便宜的飞 而是贵的飞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那些圆形的飞 那些包装飞 所以你可以很多时候 就算无论是一些严肃的剧 那当然在喜剧里面 是更加普遍的 就是其实它中间 在严肃和 或者是谈情 和那些粗皮的对话之间 其实是有一个间距的 那些粗皮的那些 那些粗皮的那些 那些条段 其实就是通常 就是令到前面的观众 会非常之激动 可能他们就会欢呼 叫骂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 看沙剧的时候 清一色可能都是比较 有文化的观众 但是其实那时候 其实它是有不同的面向 其实它是尝试取悦 不同阶层的观众 其实可以这么说 就是一个大众娱乐的年度 回到沙士比的生平 有一样东西都挺神秘的 我觉得跟耶稣和佛陀 都有些似的 就是中间有七年的时间 是没有什么记录的 那当然后来 就是后世有些人 就是去翻查一下 旁边的记录 但是都不100%确定的 就是譬如有一套电影 叫Shakespeare and Love 有尝试重索他那七年的时间 所以变了有很多东西 真真假 究竟有什么争议 沙士的真实身份 他有一个最有趣的估计 就是说当时有另外一个 很出名的剧作家 叫做Christopher Marlo 当时也是一个很红的剧作家 但是他很短命 总之他死了 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 但是他死了 其实都不知道他如何自杀 被人杀 其实都不是很清楚 但是在同一时间 刚好夹到沙士比亚消失了 没有记录那几年 然后在马罗死的时间 差不多时间 沙士比亚就开始在伦敦 开始活跃了 所以就有一个 有些人就猜 其实这个沙士比亚 其实是马罗假扮 他假死 然后就改名换性 重新出道 因为他临死前 其实有被人告 各样东西 其实他要逃走 所以他就改了身份 破产清盘 然后复活 但还要改名换性 但继续做国猴 很有名 因为也有一些说法 就是他分析过马罗早期的作品 和后期沙士比亚作品 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猜测 另外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特别是 沙士比亚他有写很多历史正剧 或者写一些贵族人 贵族角色的一些剧 有些人就说 如果是一个出身 比较微寒的一个沙士比亚 其实可能对这个 贵族宫廷生活的 生活形态的掌握 或者对那些贵族所使用的 比较优雅的语言 其实没有可能有这么好的掌握 所以也有一派 当然在学术界 其实是比较偏锋的一派 就是说 其实他可能会是一些贵族 其实因为他没有办法 可以投入这种文艺创作 特别是商业流行娱乐的文艺创作 所以其实他们就借一个名 或者借沙士比亚这个人头 令到他们的作品可以流传后世 我觉得这个也带到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我们现在现世有很多时候 会将某一个作品归功于一个单一的作者 但是其实舞台或者电影 或者甚至我们现在录的节目 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一个团队的创作 但是我们经常就想找到 有一个人头有一个名字 接着就将所有好的作品归功于他的天才 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觉得其实是说到这个关于集体创作 和个人创作的这个冲突 其实都是什么呢 有些像是这个戏剧艺术和文学艺术之间的体派 因为我们经常说剧本 其实是它归类为一个文学的范畴 但是当你越摆上舞台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表演艺术的创作范畴 但是怎样都好 沙士比亚的剧 其实在现在来说 就是我们人类文化的一个贵宝 或者我们都开始讲 讲小小其中他一些 就是我们今天是 讲悲剧 讲悲剧 讲四大悲剧 那是哪四大呢 我们先讲奥塞罗 奥塞罗其实一个故事是怎样呢 就是关于疾度和性欲 尤其是这两个主题 是很重要的 在沙士比亚来说 其实就是讲奥塞罗 是一个很容易妒忌的人 对于他有一个他老婆 就是台诗的梦娜 帅啊 你讲到名字 很厉害 英文就交给Sony 其实台诗的梦娜是一个 我们用现在的词 就是一个女神级的一个 女士 就是一个女士 后来因为他有一个 有一个对头人叫伊亚故 就写猜忌奥塞罗 于是就设计 最后就陷害到奥塞罗 就杀死了他老婆 是一个这样的悲劇 不过这个所谓的对头人 其实都算是 不是他的手下来的 下属 其实他没有提拔他 也都在整个过程里面 他的妒忌就这样产生 即长狗分 没错一开始即长狗分 都挺恐怖的 所以一开始 其实这么多部悲剧里面 其实这一部是我个人看的时候 较为能够进入到 那个心理的状态 因为其实如果你将这一部 和其他三部去比较 其实没有了那个 很云大的历史观 尽管他之后都有战争 但其实也不太影响 故事本身 他本身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 完全是宫廷的故事 我们看另外那几大悲剧 其实都是说一些 皇室的 争权夺利的狗分 政治 一个国家的兴隆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家庭 或者比较即长所说的 几个人 四个人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 在阅读方面 米哈就说会容易进入 但另外一个点 可以说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设定 就是奥塞罗 他本身是一个摩尔人 摩尔人 他是一个黑色皮肤的人 有些人种 有些人种 所以在气中 其实也会处理一个 有一个种族歧视 或者种族主义的问题 因为其实他最初 他追求那个女士 叫什么 台斯迪蒙娜 台斯迪蒙娜的时候 其实就有很多质疑 就是 你是黑人 你怎么会选她 但是这个台斯迪蒙娜 就说欣赏他 他虽然皮肤黑 但他有个孤贵的心灵 所以就选择了他 但这件事也导致 他后面的妒忌问题 所以其实沙士比亚 都走得几千 现在讲着种族平等 他那时候已经开始讲 我们下一节继续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文学放得开 上一节讲到奥塞罗的时候 然后就已经讲到 他有一个很近代性 或者有很近代视野 因为讲到这个种族平等 的而且确是他在四大悲剧里面 他唯一一个叫贴近 所谓现代生活 讲到种族平等这件事 就是刚才说的摩尔人 Sony有什么看法 摩尔人 其实当然他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特定 指某一个地方来的人 但是后来 其实去到沙士比亚的时期 其实已经是将他 扩阔到变成可以指任何皮肤颜色 是比较深的人 或者不是欧洲血统的人 或者是宗教背景 其实是有些不同的 因为当时其实欧洲 是有很多非洲 或者是穆斯林的人口 在那里居住的 然后这个字眼 其实一直传下来的时候 其实去到沙士比亚时代 其实已经是变成很多 坏的人格特质的一些代名词 例如可能他们是 他们的圣众是很澎湃的 已经变成了标签 是的 已经变成了标签 或者其实他们是不可信的 或者其实他们是 经常出古惑的 所以用一个摩尔人 来做一个剧的主角 其实这件事 在当时来说 是非常非常之罕有的 虽然沙士比亚 其实是有两部剧里面 都有一些摩尔人的角色 但是以摩尔人作为一个男主角 其实当时基本上 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所以这个是 就是沙士比亚 超越过时代很多 其中一个可以看到的地方 而且他很厉害地 就是在那个 如果回到一个情节 或者故事的编排上面 他在元老院里面被质疑 究竟他是不是勾引 以及用报告法来勾引 是的 那一段其实是很表明立场的 就是给观众去看 一个有些人种 怎样被歧视 怎样被贴上 懂得毛述的标签 然后怎样去捍卫自己的权利 和戀愛的自由 然后当然他被安排去打仗 这就是后话 但是在那一幕 其实你很明显看到立场 就是这么鲜明的立场 去讲这件事 其实有一个题目 是想跟大家谈一下 关于这个剧 就是我认为这个剧 和其他三大悲剧 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这部剧 不是特别去回应 那个大的悲剧命题 就是一个命运与自由意志的对抗 大家认不认同这个说法 阿杰先证言 我想他第一件事 就是整个贯穿他所谓悲剧性 就是他的疾度 这件事其实刚才说 如果你说命运的议题 譬如我们看回古希臘的悲剧 或者沙士巴另外几个作品 其实奥塞罗本身 其实他所谓的命运 那件事反而是没有这个命题在里面讨论 他所有的悲剧性 一些悲剧的最后的一些结局 全部都是由他自己的个人的 性格缺陷 或者一些选择 因为性格缺陷导致的选择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在 例如在Hamlet 或者是文革都有 但是在奥塞罗里面 他就只有这件事 所以他所谓的自由意志的驱动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性格的驱动 对于他的悲剧性 产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但奥塞罗不是一个特别 令人喜欢的角色 但我就会想起 那个命运和自由意志 我们刚才说到 他是一个摩尔人 有很多时候我们想起 就算我们在台上 看他的表演的时候 其实他全然是孤独的 因为他和身边的所有人 都是不同的 我觉得这个孤独 其实就已经是 他的命运的一部分 就是 或者有很多时候 我们想起所谓不安 就是在于 我们想起疾度 就是在于他的不安 其实他是没有朋友的 甚至乎他的最亲密的情人 其实都和他不同颜色 而这个世界是想分开他们的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 造成他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 他的命运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看回奥塞罗 这部剧的演出史 其实都非常有趣 当然那部剧在一六零几年开始做 但是其实他去到一八三三年 即是这部剧 写成了二百多年之后 才有第一个黑人的演员 可以做的男主角 在他之前 所有都是一块面塗黑的 或者戴了一个黑色黑日面具的 一些白人演员去做的 今时今日我们的准则 这个就相当之政治不正确了 是的 但是我们看回电影 虽然他们是改编过电影很多次 但是去到一九九五年 先有一个荷里活的Lawrence Fishburne 他先去做一个正式的黑人 去做他的男主角 在此之前 无论是一些很大牌的演员 其实他们全部 清一色都是用白人演员去做 甚至在这个种族隔离政策之下的 南非 其实是被禁了 大家不希望他可以演出 因为就是同台 有黑人和白人的演员混在一起 我们由这个看的 其实都可能是一个很大 关于命运和自由的一个名题 其实看回你讲演出事 这个就有趣了 就是说说究竟他有多有自由和命定论 其实沙士比亚都放了命定论在里面 不过命定论 这个我们就叫做 Biological Determinism 即是生物决定论 因为从他的种族开始讲起 跟着从他性欲再讲 和讲性欲再讲的话 其实都是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一些名定 我还记得生物上决定了命运 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我还记得 读英国文学的时候 那个老师就说 沙士比亚他终观所有作品 是 是怎么讲所谓的自由和命定论 跟这个90年代 兴起的那种科学的混沌理论 就是说 在A点到B点是一致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由A点到B点 但是你A点到B点 就是你怎么行 就是你的自由意志 所以沙士比亚的看法就是这样 即是如果你放回奥塞罗 其实都是有相似的格局 所以对于我来说 其实很敏陈 因为奥塞罗 我明白你有你的局限性 但是你那个质度 是不是太过疑气 即是那个手跟仔 真的这么快就觉得是一个证据 即是你看到很多的 你会质疑的 但为什么他不跟他老婆说 是的 你为什么不谈 我觉得如果用回刚才所说的 其实那个生物决定 或者是一个其实是一个 现实世界社会的一些外在环境 导致那个所谓叫做命运 那个命运 跟我们传统理解 譬如希腊悲剧 那种命运观 那种命运观是一种神赋予给你 一种比较形怡上的命运观 其实是完全不同 那样东西我觉得 我反而反过来看的时候 我又不是觉得 我觉得那样东西是很当代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当然你们刚才所说的性欲 但其实整件事发生背后 其实不是性欲 其实就是那个Iago Iago Iago 他那个升不到职的欲望 然后他打算搞祸别人家 所以我觉得奥塞罗里面 其实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是 很少 就是沙士比亚里面的一个 一就是那个不是天神给你的一个 一个惩罚 不是说命运弄人 接着你老爸就被人搞定了 那个坏人的那个角色很大 他很努力地去搞你整个家 而他的运气 其实也不是说十分之清楚 所以我这个 反而如果你说猛 我看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我看的时候最猛就是这种 这个猛 还有着紧就是 我刚才说投入那样东西 还有说多一样东西 就是其实奥塞罗 也挺展现到沙士比亚对于悲剧的 那个剧本的设计 就是结构上 大部分时间 我们在第一、第二个节目 都见不到那个悲剧的主人翁出现 就是一开始也是 就是一开始在谈谈 如何去和害他 如何去谋算他 一路都是阻止了那个角色的出现 这个也是沙士比亚的一个 结构上的特色 不过我接回刚才说的 伊亚古 如果它是一个所谓生物决定论 它是所谓用弗洛基德来说 就是aggression 即是sex and aggression 它就是aggression 那一部分 即是说是一个 它很有冲动 要向上 其实都是同一个 一个biological 的determinism 不过刚才说的当代 我也想可以看一张照片 其实我们很多沙士比亚的剧目 都有很多当代的不同的改编 这一个是 说的是2015年的时候 英国一个很重视形体的剧团 叫Fantic Assembly 做的奥塞洛 把它搬到在一个 一个充满着罪案的街区 然后整个场景很多都发生在 波楼、酒吧 你看到其实这个是其中 它挺经典的一个形体的场面 所以说到沙士比亚 很多都接近当代 其实说到父母子女的伦理关系 另外一个悲剧 King Lear 即是李耳王 就好像很接近 喂 很适合你是不是 你讲一下悲剧 哪方面跟我接近 但是李耳王 你和我的故事可以两句说完 就是有个即将要退任的李耳王 一句 是 有挑战性了 这句不算 然后就有三个女儿 然后就要想传为给谁 他就考他们究竟有多爱自己 最后因为头两个女儿 考研令识 奪得了她的皇位 第三个女儿就敢言离去 但是之后大家也知道 原来三个是最好的 但是最巧妙的就是 到结局的时候 是全部人因为不同的原因 都死了 这个悲剧 这个是刚才休息时间的时候 其实Sonia是说得更加圆妙 用我们出不了街的字句 去讲这个故事 更加准确 你可否表达你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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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表达你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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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就玩玩玩玩玩玩到自己 就整个一锅 大家都不好的场上了 大家都同归极乐 是的 同归极乐 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很荒谬 反而觉得荒谬感很大 但是一个经常讲 李耳王的名题 或者讨论的名题 就是关于Kingship 和Kingship的问题 即是王权和血脈的关系 他为什么要证明爱不爱 其实不是爱本身 是在一个血脈里面 谁能传承到我的血脈最强 他化作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题目 就是爱本身 而这个我觉得在沙士比亚 很多剧目里面 都一直纏扰着 就是王权的问题的讨论 正见你也是有加失之人 但他没有王权 我不知道是不是王权 反而我看李耳王 第一个我比较深印象 就是他少数用一个老人家 来做一个主角 就是一个年老的国王 所以其实在电影里面 其中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你见到 刚才Sony 有说看到猛烈的时候 觉得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他表现到这个老皇帝 其实是由头到尾都是很糊涂 可能是老猛董的状态 那样的状态 这件事我想 如果我们扣回其他的一些 黑沙士比亚悲剧里面 都会见到 每一个主角 其实除了要面对命运之外 就是他面对他性格的某一个缺陷 一个很严重的缺陷 这个戏本身就是讲一个老人家的糊涂 即是心智有问题 或者智力开始有问题 而其实刚才说过爱 或者继承的问题 就是他完全分辨不到 没有一个正常的理性 去分辨究竟哪些才叫我 哪些才值得去继承他王位的一些选择 所以导致他悲剧性 刚才Sony又讲到 他对于李耳王有一个看法 但是诗人雪莉 就有一个另外的看法 他为什么觉得 李耳王是一个很出色的悲剧 甚至是最出色的悲剧 因为他觉得有所谓的 他用了一个喜剧的方法 和悲剧的方法一起结合 展开了新的喜剧的领域 还有他讲父母子女的关系 这些很有所谓的行狗性 你会不会被雪莉说服到 我觉得在故事结构上面 他有一个龙神一路跟着他 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但我有时会觉得 那个点出会怎样得太白 令观众没有自己想象的空间 这个白是真的 我觉得李耳王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正反其实写得很清楚 李耳王之后 我们还会讲哪一套悲剧呢 下一节你就知道了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讲《比悲伤更悲伤的沙士比亚》 第三节 于是我们讲第三套悲剧 《马克伯》 就是《Macbeth》 那《Macbeth》的故事讲什么 哎呀好紧张 我想说 因为《Macbeth》是我第一套看的沙剧 也是我最喜欢的沙剧 所以anyway 我就讲了 基本上 Macbeth就是一个苏格兰的一个将领 故事一开始他就跟他手下的将领 刚刚打成了将 然后就回到家的时候 那我途中就遇到三位女巫 就跟他一个寓言 就是说你之后会做皇帝 那听了之后他就进了心跳跳 就回去跟他老婆说 刚巧皇帝就走到他家作客 然后他的心跳跳跳就想做皇帝 结果犯下了这个士君的大罪 其实这个士君的行为 第二幕和第三幕已经完成了 静在那两幕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他背负着这个欲望侵食 就是她的靈魂的一個效果 然後她就發瘋,殺了很多人 然後就死了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故事的動作完成得很早 剩下的時間,其實就是全然的內心氣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動人的一個劇 Beth你喜歡嗎 喜歡,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她短 其實你看到她看的時候 純粹是一個娛樂的角度 其實她的節奏很緊密 很緊湊,就是剛才Sony說 就是頭兩三幕已經完成了試軍 第一幕就講女巫 然後就內心掙扎 試軍,然後…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第一幕 其實她老婆已經說服了她 很快 然後看她內心掙扎 然後試完軍之後 她又內心掙扎 又有幻覺 然後最後有些戰爭場面 其實她最後那個戰爭場面 那個情節其實都很好看 因為其實她剛才說 悲劇性的問題 首先阿桑尼剛才說得非常快 我們先加一點細節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她見過三個女巫 見了兩次 她第一次其實三個女巫 說的是三個語言 第一個就是她 一看見她 就說她是那個將軍 說她是名銜 你認識我 你不知道是誰 等於文偉才證實 一說就知道是你了 第二個就說你將來就會做皇帝 第三就對著她的手下說 你雖然做不到皇帝 但你的子孫會做到皇帝 其實這個設定本身 已經暗藏殺機 因為這個暗藏殺機 導致馬克伯士軍之後 她怕這個語言繼續成立 她就要殺她的手下 因為那個語言就是 你能做到 但你的兒子就做不到 他做不到 但他的兒子做不到 即是你做一代 你將會結婚 不過你的兒子 就屬於旁邊的一個 是呀 很公平 因為這個語言 其實那個多層次性 其實她就變成 她是將她的命運一步一步 她不只是士軍那麼簡單 她是士軍令她殺了她的手下 然後令她手下的兒子逃走了 就幫皇帝的太子 復慰 就打回她 她的手下還要是朋友 然後又應驗了那個語言 神怨 我補充一下 既然說到 FREE REACHERS 即是那三個女巫那麼重要 於是後世的人也會說 為何三士比亞會突然放這麼重不默 原來就是當時的一個蘇格蘭王 捷舞斯會探訪英格蘭 於是就毀約了她寫一個劇 而那個蘇格蘭王就有趣了 她自己會很信有女巫 這件事 而且她是因為她曾經覺得有女巫會害她 老的女巫 於是就殺了老人家 即是很殘暴的皇帝 而且後來有個學者 當時來說是想寫一本學術論文 反對說沒有毛術 這件事 她自己親自寫一本叫妖怪學的書 就是她說沒有妖怪 她說沒有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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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士比亞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說她也挺世界仔 既然你毀約我寫一件事 於是就把這三個女巫 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她是一個賺到錢的生意人 剛才都說 但又再一次展示劇的設計上 那一開始是先出現女巫 代表著命運和主角的對話 而之後其中說到很早試君 但中間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情節 你剛才問喜不喜歡呢 我永遠都記得那一幕 就是敲門 即是當她殺完士元君 然後她跟夫人去談這件事的時候 是有一個醉酒的人不斷敲她的門想進去 但敲門其實是很有象徵意義的 敲門不是單單敲馬伯和夫人之間的那間房門 而是敲在馬伯的心房 即是不斷去責問自己 外面有一個所謂善良或良心的敲門 然後在場景上 在舞台上 你就見到一個重覆的感覺 究竟是一個殺魚人的內疚 還是一對夫妻的討論 到最後她進來的時候 是一個comic relief 就是一個醉酒的人在亂說話 但之前那幕是極度血腥的士君 然後有一個comic relief 那個圖案 那個轉折 其實是很扣人心眼的 剛才提到 他提到士君 最後導致馬克伯的覆望 其實有些分析說 為何沙士比亞特 雖然他是世界仔 你要無術 我就寫無術給你看 但其實他背後 都是有一些東西在說 因為當時來講 即是沙士比亞的年代 那個所謂有一個moral order 即是道德的秩序 他們的看法就是 這個道德的秩序是一個階梯 那階梯一定不能亂 譬如放回馬克伯的故事來說 那道德階梯應該是神 是最高的 然後天使 你可以說Phoe Richards 然後是Duncan 那個皇帝 然後是Malcolm 然後下面數下去 就是Macbeth、Mcdolph等等其他 再下去如果這個階梯最底的狀態 就是chaos 就是混亂 那就是 為何Macbeth最後會終至滅亡 原因就是因為Macbeth 搞亂了這個moral order 他自己親身打亂了這個道德蝶序 於是就令到這個世界大亂 令到他自己最後死了 所以這個故事其實 某程度上 你可以說 剛才有說過蘇格蘭王 都幾殘暴 那他雖然是 我拜託了你 我寫了無術 我寫了無術 但其實他也暗地 諷刺蘇格蘭的行劇 你剛才說的那個 我有一些懷疑 這個說法 原因是大家都知道 沙士比亞的劇 一開始那一幕 他一開始說的那幾個說話 是很重要的 通常是定勝了劇 在馬克伯一開始 其實有兩個key words Foul and Fair 究竟是 那個究竟是一件不對的事 還是對的事 整套劇其實都在說 好似對的事 到最後是不對的 好似不對的事 最後可能是會對的 我覺得剛才說 究竟是否馬克伯自己個人意志 去導致到最後這個悲劇 或者搞定了order 大家不要忘記 是Phil Richards跟他說的 其實是 那三個女模 其實是有著一種 剛才說的形異上 不是在故事以內 人的意志可以操控的一個提示 然後去 令到你按著一個線索去走 所以究竟是誰搞亂 我覺得 沙士比亞的厲害 在馬克伯裡面 通常我們在座幾位都喜歡 馬克伯多過李爾王的原因 就是李爾王很黑白分明 很清楚的 所以可能才要加這麼多喜劇元素 去令到他有些起伏 但是馬克伯那個 既正既負 原本一直都說 一個悲劇人物 可能是由無知變成 他知道更多 但是馬克伯裡面 他知道越多的時候 原來才是越無知的狀態 那種正正反反 是很吸引人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 馬克伯很吸引人的 就是他裡面的女性角色 非常強 當然李爾王那裡 他有三個女 我自己看馬克伯的時候 我有很多時候就想 究竟 最有慾望的人 是馬克伯夫人 因為我記得特別是 我小時候看 我記得黑澤民那個 處理 黑澤民的改編 麥伯 他就變成了一套電影 《蜘蛛巢城》 我記得在第一幕 他跟夫人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記得畫面 就是 他愈拍夫人 佔的畫面 比例是愈大 到馬克伯其實是被人 逼到他那邊的 在畫面那裡 其實夫人所代表的 無論夫人代表 馬克伯心裡面的惡魔 或者夫人代表自己的慾望 其實是凌駕在馬克伯之上 我覺得這麽強的女性角色 亦都引起了後世 有很多人 把馬克伯夫人自己寫成獨立的故事 其實就是給她一個 馬克伯夫人應有的地位 說到馬克伯夫人 我看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些劇 剛才剛才說過 其實是把馬克伯夫人的重要性擴大 但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 其實馬克伯和馬克伯夫人 是一體兩面 她不是兩個角色 因為你看整個劇本 其實她兩個幾乎是一切行動 其實馬克伯夫人 似乎是代表了 馬克伯的內心 剛才說過的惡魔 或者是陰暗面 還要用一種男性角色 就是一個女性的陰暗面 這也是很典型 心理學的一些構作 比如剛才說的女巫 女巫 可能是一個形容上的一件事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超越 Moral Order的秩序 但同一時間 她亦都可以視為一種內心 一種慾望的呈現方式 所以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很多時會將她對號入座地 覺得女巫、馬克伯夫人和馬克伯 其實是同一個自由意志的 不同面貌的一個呈現 而她在鬥爭過程裡 都看到馬克伯夫人不斷叫 你去殺吧 她害怕她不想做 在鬥爭裡面 像是一個夫人勸老公去做壞事 還是究竟是她自己內心的 兩套心魔在掙扎 結果有一套打贏了另一套 我覺得這是她豐富的地方 所以我幾出奇 Sonia會這樣說 因為一般的說法就是 馬克伯夫人幾下跌入她的 很逐套紅顏禍水的套路 當然不會 又是將她跌下去 怎樣去處理這樣的批評 我覺得如果她沒有 我會覺得馬克伯 如果她心裡沒有那個容貌 她就算跟她老婆的關係再好 她都不會做的 我覺得至少是 至少是 或者是好像剛才政見所說 如果她心裡沒有一個欲望 就算女巫怎樣說 她都挑起不到她的欲望 我就覺得 所以我也很贊同剛才政見所說的 其實她是外在投射了她的 一些內心陰暗的想法 而只不過 所以我覺得那個馬克伯夫人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很多掙扎 所以這個掙扎是會令到我們很同情她 其實沒有人看完之後會同情Duncan 沒有 他明明被人試了 被人奪了位 被人殺了 但我們又覺得 其實可能說得出來 但心裡的那句就是 都抵你的 其實 你這麼明顯 來害你 你都分不到哪個是中 哪個是奸 但反而馬克伯夫人會有同情 明明她好像是奸 這就是剛才所說的 中間正反寫得很厲害的反覆 就是 我們明白到 其實我們自己都是黑暗面 我們能夠同情她 因為我們都有這個掙扎 而這個掙扎就是在串連劇 在舞台上或劇本上 跟我們的關係 其實我又嘗試用另一個角度 去綜合一下 剛才所說的問題 其實都在問馬克伯裡面 發生的暴力是怎麼來的 於是有人會這樣分析 就覺得因為馬克伯去殺那個皇帝 其實是早有復筆 因為是登勤皇帝 是叫馬克伯去屠殺了 另外一個反叛 就是馬克伯奴 另外一個人 沒有出過場 所以這個暴力 首先已經是由登勤賦予她 所以為什麼我們覺得 登勤不值得同情 因為登勤本身也是一個這麼暴力的人 都不覺得她好 都不覺得她好 即是她叫人家去屠殺人家 於是她終於吃回她的惡果 第二個分析 其實就是說 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在這個所謂的早期的modern state 即是早期的現代國家 過渡到… 其實應該怎樣回答 是由封建制度過渡到早期的現代國家裡面 面對一些很大的問題 就是究竟這個暴力 或者武力 應該由誰所擁有 誰行使 於是就出現了一些混亂 而這個混亂也導致了馬克伯的叛變 下一節我們再說 好 歡迎大家回來文學放得開 我們這一節 我想大家心水清的觀眾都知道 我們會說哪一套悲劇 就是在四大悲劇裡面 是最長的那一套 因為你能統計的數字 這個哈姆雷特 是總共有3924行的 我們剛剛說的 上一節說了馬克伯 是一千九百幾行 是一倍 是一倍 那哈姆雷特這個故事 究竟是怎樣的呢 哈姆雷特就是 說一個優柔寡斷的王子 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 大家都知道 不過都簡單說一說 其實很簡單 如果要說的話 首先就是有一個國家的皇帝死了 然後他的皇后很快就跟皇帝的弟弟 即皇叔結婚 皇叔就順利登基做皇帝 然後死了皇帝的兒子 就是哈姆雷特 有一天就見到鬼 原來他爸爸變成鬼 就跟他說 我是被你的媽媽和皇叔通姦 然後被他們刺殺死了 那你幫我報仇 然後那個故事 就去了哈姆雷特 他整套戲就是做一件事 就是想想他究竟是否會報仇 這個很有個人的判斷的說法 就是四千行就是 就是想想想想想 因為在這裏可以差一點點說 就是哈姆雷特是其中一部 沙士巴劇本裏面 最多內心獨白的一個劇本 那說完那個故事 也還有故事 那故事就是說 怎麼了 你心虛 那故事就是他說 其實他第一件事就是 他想裝瘋 因為他不怕被皇叔發現 他有些密謀 但是中間其實也發生了一些事 就是他曾經試過去質問他媽媽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 就是在過程裏面 就不刻意錯手 就殺死了一個 一個忠神 一個忠神 他想著在旁邊偷聽 怎知道 就不刻意被哈姆雷特刺死了 那忠神是誰 這個忠神就是哈姆雷特的情人 這個奧菲利亞的爸爸 於是就進入了其中一個悲劇 就是因為不刻意殺了他情人的爸爸 然後他就… 因為這件事就被人放逐了 但又走回來 然後期間 奧菲利亞就因為他爸爸被他情人殺死了 然後他就瘋了 然後不去掉落水浸死了 又產生了另一個悲劇 然後最後哈姆雷特回來 都是猶疑不決 都是不招報報仇好 然後最後被皇叔引誘他 然後他就跟奧菲利亞的哥哥決鬥 因為奧菲利亞的哥哥就說 我爸爸又被你殺了 我妹妹又因為你死了 我還不去報仇 所以決鬥了 然後皇叔就靜靜地在他們的不劍裡落毒 然後總之最後結果 在這個決鬥過程裡 哈姆雷特就中了劍 然後就毒發身亡 所以這個名字 有時候我們都聽過的 可能觀眾都會看 就是王子復仇記 但其實全名應該是王子想復仇記 或者王子想復仇記 真正的全名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不知為何 突然說到悲劇 套套悲劇都有悲劇的地方 這個是最悲劇的 最悲劇的 最悲劇的 那個一流寡斷是什麼 但是大家要想一下 沙士比亞如果要寫這個角色 而且他的結局是這樣 即是他不成功 很明顯悠遊寡斷 是他想處理的主題 我知道Sonia對這類型的男生 應該就有些評論 很辛苦 看這套東西三千多項 他想的 你明白嗎 那套東西裡面 很多人有行動力 一是他皇叔 他要做皇帝 然後就殺了他的父親 然後他情人的哥哥 即他父親被殺了 他亦在然起行 找哈姆雷特報仇 連Ophelia 他因為這個內心的掙扎 他自己自尋短見 他亦都成功了 真的很可惜地 所有人都有行動力 還有我之前對比的 有魅力 負有行動力的 這個悲劇英雄的馬克伯 我看到戲的時候 很辛苦 辛苦到爆炸 你休息的時候 不是這樣說的 你說你被一些男性吸引 我不是 我不是說 看哈姆雷特 千萬不要跟男性在一起 因為太辛苦了 但是我剛才不是說的 《山士比亞》的 無論是悲劇還是喜劇都好 開幕的場景很重要 怎樣去設定那個劇 然後說的那頭幾個對白 通常都會定義 其實大家要記得 在哈姆雷特報仇裡 一開始是說 因為他必須要一流寡斷 才去問到那個問題 當然我們看的時候 就很敏鎮 因為有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都是這樣的人 然後我們敏鎮的就是 我進來就想看劇 但你跟我一樣 那麼一流寡斷 那怎可以呢 但那也是另一個 可以有共鳴的地方 我們經常說療癒 那個Cutvances 共鳴就是療癒 所以為甚麼 說說做了幾百年 不停有不同的人做過 譬如其中 拳川幸雄 日本一個剛剛過生的導演 找過做死亡不忌的夜神月 做哈姆雷特 還有那種很日本傳統文化的做法 大家有一樣是受諾 一樣很療癒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哥德說了一個這樣 覺得哈姆雷特是一件很大的事 放在一個不適合私域執行的人身上 但是後世當然 因為哈姆雷特不停地演出 總有人幫他說話 後世有個學者叫維德爾 他說為何哈姆雷特不殺國王 其實他有一些顧忌 為甚麼他有一些顧忌 其實他是想 一直想有一個公正的審判 而不是透過一個 你殺我 或是私刑 去殺了一個皇叔 如果是這樣 他就不會去接觸決鬥 所以其實也是解釋不完 我覺得我比較拜哥德說的 其實天章降大 於私人眼 但如何降落了一個不適合的私人 所以在這個位置 也看到譬如沙士比亞或哈姆雷特 其實我們之前也說過 其實沙士比亞在世時期 他又未至於評價 像當世當代那麼高 去到浪漫主義時期 譬如哥德那段時間 其實哥德是其中一個最出名 去包養沙士比亞 捧紅沙士比亞的一個大學者 其實你會見到 就是哈姆雷特 剛才Sony所說 就是想想想想想 但甚麼都不做 我們看其他 譬如馬伯其實他做了很多事情 哈姆雷特完全不做 他完全把所有活動 不是在一個行動上 不是好像我們說傳統的戲劇 我們要有行動 我們看一些古希臘悲劇 全部是有行動的 但是去到哈姆雷特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沒有行動 他將那件事變回了一個內心的思考 一個糾結的運作 所以剛才米克都說 一開始是問問題 問問題是甚麼 其實就是一個內心的自省 或者自己去思考 而他將這件事外在投射到 變成一個劇本 這件事其實是一種很浪漫主義的一種精神 而且我覺得另外一方面 其實他都頂顛覆了我們傳統悲劇的那個療癒的位置 可能有很多時候其實他勇敢對抗命運 而我們得到某一種解脫 但是反而在他們的不勇敢之中 或者可能後世的人 在哈姆雷特的不勇敢之中 反而得到一個共鳴 這個也是療癒另類的一個方法 我又想接一接我們說哈姆雷特這部戲 其實就可以不只是說哈姆雷特 其實奧菲利亞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Sonia 我知道你應該有些看法 對於奧菲利亞 那我就覺得其實 當然你可以看在戲劇結構上 哈姆雷特和奧菲利亞的哥哥 其實可能是一個戲劇的 兩個都經歷了失去爸爸的痛苦 而兩個都決定復仇 而一個人是行動了 最後就造成兩個人的死亡 但其實我可以想像 其實奧菲利亞他作為一個 他都是失去了爸爸 而他也是受到哈姆雷特在他們的親密關係之中 一個很差的對待的人 其實他的無奈 比起哈姆雷特作為一個年輕的王子 在一個國家裡面很孤立 想復仇的一個無奈 其實是更加大 而最後造成了奧菲利亞 就是最後失身風 然後他就自殺 我覺得這件事的悲劇性 對我來說 比哈姆雷特更加高 在我自己作為一個女性觀眾 看回這部戲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覺得 那個共鳴更加大 而後世列也因為是這樣 所以其實在2018年 其實也有一個女導演 和一個女編劇 根據一個女作家的小說 其實就將他改編成一個 以奧菲利亞的角度 再重新揣昔哈姆雷特 這個故事的一部電影 我覺得他這個構思非常有趣 因為哈姆雷特和奧菲利亞的重疊性 不單單只是死了爸爸 亦包括失去了愛情 怎樣這樣說呢 就是有很多人分析 其實哈姆雷特有很強的 戀母情結的意識 即是他的媽媽 有兩個打遊戲 一個是死了爸爸 第二個就是他媽媽 嫁給叔父 而那個不單是本身產生的 傷害 而是他失去了母親的情結 所以那個比較更完整 即是在這樣和奧菲利亞比較裡面 更加明白到就是 原來是死至親 和失去愛情的那個對比 似乎在沙士比亞的角色裡面 都幾多這種Duality 即是一種雙重性 剛才我們上一節說到 馬克伯和他太太之間的關係 然後我們現在說哈姆雷特和奧菲利亞的一個關係 即是這樣的一個對比 但是我覺得兩者都是一個共通性 又是後世有些分析 就是覺得為什麼哈姆雷特是經常都遲疑地不行動 而導致奧菲利亞有失心瘋 其實他兩者都是幻想憂惑症的 即是如果用這個所謂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來講 即是用這個角度去切入 那我們會不會是比較容易一些 量解哈姆雷特的不行動性呢 這個我想其實是當代的一個很典型的閱讀 即是其實在三四八一時期 也沒有這種閱讀 但是現在其實可能是 浪漫主義剛才說過 浪漫主義之後去到十九世紀的時候 即是當代心理學發展的時候 我們會很強調我們個人意志 自由意志不是一單一成 而是有多面性 譬如馬克伯剛才說過 馬克伯和馬克伯夫人可能是兩面 哈姆雷特可能已經有多面 而奧菲利亞也可能是有多面性 所以會處理這個面貌 我們在今天閱讀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讀沙士比亞到今天我們還看呢 其實這件事反而是我們對我們的人性內心的變化多了的時候 那件事對於我們閱讀沙士比亞 似乎更加能夠閱讀得更多 我贊成 因為如果用拔圖剛才說的一個閱讀方式 我覺得有點簡化 而且是一個主動改變了劇本本身的一些東西 因為如果這樣說法是通的話 他中間假裝傻的那裏就不是真的假裝 但如果他不是假裝的話 你就說不到裡面的問題所在就是 原來假裝是不行的 即是你要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行 你不可以只是一個男人的想法 你是要變成一個行動的人 這個劇其實是有一個這樣的正面意識的 本身 但如果用了創傷後的問題去解答 你就會發現好像取消了本身這個劇 可以帶來的那個複雜程度 而且我覺得這樣就可以回到 《貪惡雷特》裏面最出名的對白 就是to be or not to be 但我們就可以看回中文翻譯裏面 其實是很難掌握 因為其實那個多義性 他不只是在想他報不報仇 亦是在想一個更深層關於存在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也是 因為英文的b字 在中文裡面有一種多義性 而哈姆雷特其實本身 在故事來說 都是一種多重的不同的Songra 不同的類型 包括有人分析就是這樣 一開始是一個鬼故 接著是一個偵探故事 最後是一個復仇故事 沙士比亞講故事非常厲害 似乎我們還未講完其他作品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